恐龙怎么说晚安 这本书是由真邮轮 图是由马克提格画的 翻译是李坤山 第一页有好多的恐龙 他们睡前做了什么事呢 还有一只 这只是三角龙在洗澡 对不对 然后好像有只恐龙在打哈欠 爸爸进门把灯关 恐龙会怎么说晚安 怎么还在玩玩具啊 爸爸说现在几点了 赶快睡觉啰 他会嘴一撇 尾巴一甩吗 好像把玩具都弄得满地都是了 不想睡觉是吗 他会把玩具熊乱摔吗 哇你看这个房子被他搞得乱七八糟 地上的床上的东西都被甩到地上了 还有一大堆的玩具都没有收拾呢 恐龙会踏地跺脚 喊着再念一本 我还要吗 爸爸已经念了床边故事 bed time story给他听了 他还说one more story 还要吗 还是来个恐龙大吼 看爸爸都捂起耳朵 受不了这个噪音了 妈妈进门把灯关 恐龙会怎么说晚安呢 好爸爸跟妈妈说 换你跟恐龙说晚安了 他会把脖子脖子从右到左摇上好几回吗 一直摇一直摇 就说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睡觉吗 你看妈妈 两手插胸好像很无奈的样子 他会跳上妈妈的肩膀要他背吗 好妈妈说该睡觉咯 然后恐龙还说 妈妈请背我 我想要你秀秀我 他会不开心 他会不开不高兴 他会好失望 他会生闷气吗 恐龙 恐龙好像不想睡觉 他会趴在床上大哭一场吗 还是干脆耍赖哭呢 妈妈越来越无奈了 他们不会这样的 他们会轻轻你 give you a goodnight kiss 他们会关了灯 they will turn off the lights 他们会卷起尾巴 轻声地说晚安 goodnight 他们会紧紧地抱你亲你 they will hug you and kiss you goodnight 晚安 恐龙宝贝晚安 dinosaur baby goodnight have a nice dream 好这本书就是恐龙怎么说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